要把疫情防堵在国门之外 入境检疫不敢大意 但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亚平 脸书贴文入境普筛 中央不做地方做 呼吁国民党14个执政县市一起普筛 专业人士批评根本政治操弄 伪阴性造成社区感染 摧毁台湾医疗 伪阳性造成医院的资源爆炸 一样摧毁台湾的医疗 国民党你们没有一个人懂这件事情吗 不止专家不满 连党内自家人都挺不下去 直接开炮 这个是中央的政策 不是说你现在想要怎样就怎样 这样随便一个大概叫七八千块 中央怎么规定 照他的规定来做 苗栗县长需要唱一刀切 不跟风来迎含普筛 其他人也难以相挺 只能出面还夹 跟中央一定是并肩作战 该从高风险国家 逐渐来前面普筛 应该尽量的来配合 中央的防疫大原则 华联县台东县宜兰县都说配合中央 目前没规划 澎湖表示已经居家检疫 不需要再普筛 金门则说请中央定出统一标准 毕竟成本真的 资势体大 如果全面普筛 全台两千三百万人 就要六百九十亿 就算只是入境普筛 一个月至少花三千万起跳 全民买单 效益不张 反倒浪费社会资源 如果有这么多钱 可以这样花的话 那是不是让医疗人员 给医疗人员加班费 菠山议题从疫情爆发炒到今 台湾目前抗疫优等生 偏偏拦引拿此当操作工具 指挥中心呼吁 别让政治临驾专业 要大家照着规则走 三天宣传染至各自钢 驻军SG小组 台中台北 最后报道